信口慢聊 朋友们好 这一期我们去长崎县的佐石堡市 到那里的旧海军墓地 去探寻北洋水石旗舰定远号的遗迹 上一期讲到从横须鹤坐渡轮到达了北九州 我在小仓站前找了个酒店助理 第二天一早坐新干线到新鸟溪 转称下行方向的直一而豪斯登堡号列车 在早期下车换称一站到佐石堡车站 出站以后在佐石堡站前坐几站巴士 或者打个车就可以到达旧海军墓地了 全程两小时四十分钟 当然天气好的话 最后一段的两个多公里也可以步行走过去 旧海军墓地的具体位置 在佐石堡市天神山北陆的东公园里边 日语里边所谓的旧海军 是指相对于现在的海上自卫队来说的 其实指的就是那只成立于明治维新以后 解散于1947年的日本帝国海军 一走进墓园就看见东乡平巴郎的立像 1883年当时还是普通舰长的东乡 进入到佐石堡港口进行了勘测 从那以后 这佐石堡就从江湖时代的小渔村 发展成为日本帝国海军的作战 以及造船基地 1889年设置佐石堡镇首府 被始至成为西日本的防御中心 以及对亚洲大陆的出兵根据地 时至今日 佐石堡海军基地依然是驻日美军 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据点 1905年对马海战当中 已经是大将军衔的东乡平巴郎 指挥联合舰队从本港出动 几乎全舰了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 战后不久 东乡平巴郎成为佐石堡海军基地的总司令 如此看来 东公园里有他的立项 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翻山跨海的来了 咱就趁着阳光正好 干脆探访一番 墓园里的墓碑都是汉字 来龙去脉是一目了然 按照网上找到的信息 这儿有集体殡葬纪念碑62座 个人纪念碑437座 埋葬有遗骨17.6万余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番简单的探勘下来 日本旧海军时期的名将目的 名剑的纪念碑是比比皆是 这其中叫得上名字来的军舰 就有战略舰金刚 真鸣 雾岛 还有很多的巡洋舰 驱逐舰潜水艇 扫雷艇等等等等 纪念碑上 大都刻有战死舰长和官兵的名字 占据着显著位置的 有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 瑞凤 云龙 千岁等航空武艰的纪念碑 众所周知 中卒岛海战当中 日本海军的智诚 加赫 飞龙 苍龙 四艘主力航母被美军舰载机 击沉 这其中的加赫号 飞龙号的纪念碑就在这里 东乡立项的对面 是东公园的休息所 我近期的时候 看见里面有一位老者正在写字 看见我独自一个外国人走进来 很是好奇 奈何语言不通 没法进行太多的交流 于是就比划着示意 我可以把随身携带背包放在这里 再出去转悠 出于礼貌 没有入内拍摄 老人七十几岁的年纪 据说他的父亲是加赫号航母的幸存者 加赫号沉没以后 他的父亲登上了真名号战略舰 还参加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对亨德森机场的炮击行动 父亲参加战争 儿子替陈末的战舰守灵 负一辈子一辈 那场历史书里边的太平洋战争 在他们家里想必记忆依然清晰 依然历历在目 回到今天的主题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到日本旧海军墓地 来探寻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的遗迹呢 这个还得从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谈起 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海军军令部编转了日清海战史 对各场海战的细节做了详尽的记录 包括双方海战当中舰艇的武力配备 日军每艘军舰的弹药消耗数量 海战过程当中的时刻表 海战中双方舰船的行走路线 还有日军所有军舰舰体的重弹位置 从日舰重弹的位置来看 北洋水师的命中率并不低 甚至反复击中日舰的要害部位 但可惜的是并没有造成致命性的杀伤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北洋水师使用的炮弹当中 有大量的石心弹 这些炮弹根本就不会爆炸 还有一些是本应爆炸的炮弹 却因为质量问题也没有爆炸 战争结束以后 这些炮弹未使用的被缴获 没爆炸的被取出 统统运回日本本土 日本军人把他们看作是上舱的庇佑 沿着这条参道走下去 左手边埋葬就是所谓日清战争 阵亡的日军官兵 在沐道的门口处立着两发炮弹 就是那艘远去了的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开花弹 这炮弹是有字啊 年代久远了 袖矢很严重 但勉强还可以辨认 魏魏灵魂 清国军舰定远 三十三半之弹丸 海军中将一东又亨 维海卫之弹中定远舰遭日军鱼雷艇攻击 被鱼雷击中以后失去行动能力 管带刘不禅下令炸舰自沉 眼前这两颗305毫米的主炮炮弹啊 便是那艘定远铁甲舰的遗骸 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 亲自站在埋葬着那场战争中阵亡的日军目的当中 伸手触摸着定远舰的遗骸 耳边山风吹过 万千感慨涌上心头 各种滋味是不可言表啊 小时候看甲午风云 看后感慨 要是撞沉了几野该有多好 如今人到中年 不再为击穿日舰的炮弹没有炸开而惋惜 读历史 尤其是读战争史 难免会扼腕长探 就差一分钟 就差一厘米 殊不知 历史没有假设 没有这一分钟 也会有那一分钟 虽说历史没有剧本 演着演着就会演叉了道 但是历史有自己的规律 不会简单重复 却总是压着运脚 不远万里 跨海翻山而来 今日得以亲手触摸定远号的身躯 看着炮弹前面一大片 在那场战争中死亡的日军墓碑 我与那场历史教科书里的战争 竟然有了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实在是不需此行 定远舰庞大的身躯 静卧在V海位的海底 给他的部分遗骸 却散落在了东营 一百多年了 也不知道 有没有故土的亲人来此看望 今天的我 算是其中之一吧 好了 有点沉重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 在接下来的旅程里 除了游览日本的名称 我还会继续探访甲午战争 在这里留下的遗迹 喜欢这个题材的朋友 请您订阅关注本频道 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